而任志强 他的评论 写的评论 好 真好 真是好 任志强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待会看到什么样的人 外号叫任大炮 改言 倒霉被关起来了 被判18年 就是因为讲真话 当中国大陆人在中国大陆被抓到 所以这一篇主要是在 我待会会念一遍 它蛮长 我们没有评论 就是好嘛 好就没什么评论 大家看得懂 就会念一遍他的一篇文章 但是重点 因为文章也算蛮长的 但是重点 我都有黄色 黄色把它标起来 这样笔子 我待会是整个念一遍 但是到黄色的地方 我觉得是重点 那任志强 谁啊 照理应该说放一张照片 但是重点是他的文章好嘛 长得什么样子到无所谓 反正Google 随便Google去看 任志强就看得到 所以 刚才漏放了照片 任志强 1951年就民国40年出生了 七十来岁 年轻的时候头发还蛮多的 蛮黑的 现在当然 头发少一点 后来都是替着拼头 头发都白了 这没办法 超过七十岁 头发都白了 山东人 是中国的企业家 曾经当过北京市华与院地产的董事长 那就有身份地位了 华与院集团 党委副书记兼董事长 当然书记是二把手嘛 还有书记嘛 北京市商业银行监视 新华保险董事 北京市政协委员 这个也算高大上了 有身份地位啊 更没用 讲得真吗 还是招抓 招抓起来 那一般老百姓更没办法了 现在已经有钱有势 有地位了 照抓不误 一判判重刑 没办法 你这中国大陆啊 你公开的讲真话 实名制啊 就不行 就抓起来了 他发表这个文章以后 大概两个月就抓起来了 连判刑啊 抓着找就抓了 连判刑啊 在两个月时间 可能一个月就抓了 或者不到一个月啊 然后再加判刑 他有这个 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 这一法学的硕士啊 你看父亲啊 这个算不算红二代 算官二代吧 父亲人全身啊 这一单人商业不复杂 那也是大官啊 没有用 没有用 再用抓 任志强啊 以敢言文明啊 多次以犀利评论啊 中国房地产走势跟政策 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甚至你看最倒霉嘛 连习近平都 都批评到了嘛 这个外界叫人大炮啊 但是 敢不敢 敢不敢言 是一回事啊 言语犀不犀利也是一回事啊 要怎么评论也是一回事啊 重点是有没有道理 你讲这个道理 就算不犀利啊 人家也看得出来 讲的没有道理 你在犀利啊 就像台湾的名嘴嘛 每一个都敢讲嘛 都敢讲 言语犀利 但言之无误嘛 乍听之下很爽 但是多听一下 也就这么回事嘛 就资料准备准备嘛 就是浮光掠影嘛 小道消息很多嘛 很敢讲嘛 没什么内容 但是这篇文章啊 倒不是评论房地产的 而是评论疫情 Covid 19 因为这篇就很长了 就拿一篇当例子吧 其他的当然也很精彩 2020年啊 3月初啊 他在中文社群媒体啊 这个流传 由任志强执笔啊 尖锐批评啊 应该就他写的了啊 尖锐批评官方 不然怎么会抓他呢 啊 派12年啊 尖锐批评官方 因为他之前就已经骂了很多嘛 也不能讲骂啊 批评啊 因就是中国官方 因2019年啊 科兵来劲啊 冠状啊 病毒疫情不利 2020年4月啊 任志强被中共 北京中央 北京市 纪律委员会啊 纪委会啊 调查跟 警察机关调查啊 就是纪委 纪委会就抓人嘛 其他机关就是办案嘛 到法院嘛 判刑嘛 公检法嘛 加上他在2013年 这就以前涉及不法啊 以贪污罪啊 受贿罪啊 挪有公安罪 国有公私人员滥有职权罪 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啊 判处了其徒刑18年 当然你也可以讲他说活该嘛 法院都判刑了活该嘛 死吧 相信嘛 可是当然呢 多数人会想 一记啊 有这个罪啊 有那个罪啊 又贪污啊 受贿啊 又一大堆啊 什么东西啊 又判18年 那你前面怎么不抓啊 他一写了这篇文章以后 一个月就抓啊 那你前面都不知道啊 前面都不知道 一写文章以后就知道了 前面有罪都不知道 或者有罪不抓 或者是这个 不知道也不抓 或者知道不抓 但是一写文章以后 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就抓了 然后马上就判刑 很快 判得很快 不像台湾 中国人判得很快 抓人抓得也快 这个判刑也快 想必的话 这一两个礼拜就把你毙掉了 也没有说算台湾动不动啊 这个不执行啊 处决啊 执行啊 或者判刑 有时候 判十几年 七八年一大堆啊 重点 这都不重点啊 重点就是他这篇文章 我就念一遍啊 重点就是 黄色的啊 黄色的啊 所以我就觉得好 很好 非常好 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啦 你看完之后 也许有人觉得不怎么样 不咋的 也许有人觉得啊 更好 比我觉得更好 也许有人觉得写得很烂 这没关系嘛 拿出来看一看嘛 那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 这个就是事实嘛 事实就是事实嘛 但是每个人解读可以不一样嘛 就像女孩子嘛 有人说好漂亮 有人说还好啦 有人说普通 有人说不咋的 这也没关系嘛 每个人的关系也不一样嘛 这是 他这边是庶民啊 所以前面讲说 网路流传 他有庶民啊 炮红习近平 原完的全完 他这边文章的标题啊 《波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销售》 当然就是习近平 看内容就知道了 《波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销售》 就不好听了啊 他是2020年啊 2月23号 他庶民啊 发表的文章 这边开始念啊 这边都 他的简体字写啊 就不改成反体字了啊 就念一遍啊 2月18日落笔了 记忆与反思啊 本小就此罢手啊 尤其是不愿再碰触 2月19日的伤疤啊 所以这边前面 这一般你就看一看 无所谓啊 但是看到黄色字 就可以稍微多注意一下 我觉得是重点 4年前的2月19日啊 我在转发 党式姓党 央视姓党 中央电视台啊 的微博照片是加上了 当所有媒体都有了信 并且不代表人的利益的时候 人民就被抛弃到 被遗忘的角落了啊 的一段评论 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 这个时的全网大批判 还留党查看一年的 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 因此啊 每年的2月19日落都坚决的 放下手中的笔啊 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啊 此次啊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啊 就可不可以暗进爆发了 恰恰验证啊 当党媒啊 当媒体都进党的时候啊 人民就被抛弃 这个现实 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啊 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啊 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 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啊 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 媒体上啊 网络上疯传着 2月23日啊 中央召开 全国上下约17万人 哇 超大型的啊 参加大会啊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 最多的中央大会 且也剩余当年啊 很多年前的7000人的庐山了 毛泽东那个时代的 庐山会的规模 有着比7000人大会啊 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啊 在用各种方式啊 吹嘘和吹捧 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 并且格外的强调 这次会议中啊 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谈话 是一篇 孤无人心 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 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 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 应对大考 战胜疫情 这大考不是考试啊 是考验的意思啊 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 体现了对中央 党中央对疫情行事的判断是正确的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呢 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谈话 欢呼缺耀 似乎中国啊 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药精时代 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 高举红宝书啊 珊瑚礼秀万岁万万岁的时代啊 这红宝书可能是指猫鱼鹿吧 红色的吧 更有许多人在从各种角度啊 解释自己从二月二三日谈话中发现的精华 以为中国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嗯 而我也好奇啊 并认真地学习了这篇谈话 但我从中啊 看到了 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路上报道的伟大 完全交换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个皇帝 在展示自己的新衣 而是因为剥光的衣服啊 也要坚持到皇帝的消丑 哇 这话就不好听了嘛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 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 但丝毫也不远时自己要解决当皇帝的野心 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 我也来个一二三三最后吧 第一部分是关于 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装自己的伟大成绩 包括1月7号的批示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 要靠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 和社会用品的保供 保证供应 和维护社会稳定 防止社会失序 以及加强 缺带教育和舆论引导 总之都是一尊 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 和亲自指挥而取得重大成绩 网路上有一位名为李锦的专家 出版过国际政策的书籍很多本 被媒体誉为 我国国际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 专门写了一批十七万人大会 为抗议历史传奇的长文 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 与十七万人大会 并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 必将载入史册 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 遇到了无耻之际 专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 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 并提出了不怕批评 敢于接受批评 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 对樊佑锦和大药锦的蛮惨 这什么叫蛮惨 都看不懂 蛮暴 这个隐瞒的意思 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 最终刘少奇用三期看 承认了七分人获的错误 毛就毛自动 他则在大会上终于做了检讨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唯有份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退协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有责任 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 事而做了一些拼盘的工作 这才让危机度过 这段什么意思 就是毛泽东再怎么样不好吧 至少敢于承担 还有个男子汉的样子 那你现在就不是 这次大会 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 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 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披露 没有查清疫情爆发的原因 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 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 掩盖事实真相 所以这个当然 其实你看着不高兴 好像这个疫情 是从1月7号开始的批示才开始 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讯息 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 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 为什么会有1月3号的讯息 为什么会有1月3号 对美国通报的疫情的信息 为什么不提1月7号以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 为什么1月7号的批示 未叫社会公布 至今也未公布 为什么1月7号之后 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 为什么还初心访问 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号和1月20号来示读中止 与斩断 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的原因 还扩散原因的追究 不再提 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有 正是掌握权力者 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 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 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 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的机制 宣传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迷人感人的事迹 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 坚决赌注各种追查实实真相的言论 坚决赌注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 坚决不承认吹少人的作用 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略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 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欺骗的人 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多大成绩 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生命 还失去了欢乐的节日 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 也无法挽回因为疫情 而造成重大经济生死 和家庭对幸福生活追求 满屏的讲话当中 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 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 局势会没有看到找发行找报告 找隔离找治疗的情况 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下的弊病 不提谁应该对疫情的扩大化 承担责任 更不会检讨和检讨自己去年12月来 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 历史上的皇帝尚有自己 就汉武帝轮台下这几张 就说自己干不好 七千人大会上有检讨 自我批评认错 但这伟大的17万人的大会 却只有表扬韩公老 并没有愿意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 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接红卫兵 不仅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 都是这傻瓜也知道马后跑 维大与移民正确的战略策略 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扩大的工作 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 以前很有名钟教授已经吹哨人 他的严重警告之后 而却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 这也敢称移民啊 也敢自吹为成绩啊 也敢自吹啊 是及时制定和打下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明明是在事后啊 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 在不漏洞 不窟窿 却被吹诚了 该出手时必须出手 这是不知天下还要无耻两字啊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的 但连孩子啊 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 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啊 都知道什么是穿了新衣 什么是没穿衣服 像塞斯库啊 就以前那个乃斯拉夫啊 独裁者 后来被人民啊 革命杀掉了 以为人民啊 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 欺骗时啊 却不知道穿衣掉头了 第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的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 大约在对借其恶意攻击的舆论 坚决依法制止之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啊 实在告诉社会啊 目前的情况 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 是在同一条船上 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啊 很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 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 取得的所有成绩啊 都是我领导的 没有我 你们都不行 如果不能取得全民胜利啊 则我死啊 就会 就指习近平嘛 就会 中国共产党会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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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 保住武汉 保住北京 用举国体制啊 支援终以灾区 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尤其是防控的重点 要提高新闻舆论 工作的有效性 让全国人都知道 做好防控工作啊 没有我不行 没有党不行 没有统一指挥不行 没有所有人 共同维护和谐努力不行 皇权的义士的传统啊 是国家啊 是以军为天下啊 臣子啊 为皇帝啊 效命啊 所以是同传同命 没有了君主啊 就没有了国 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 权利了 因此啊 只能是同传同名 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 保住这个军 就皇帝了啊 就指习近平了 才能保住成一名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当中啊 民啊 老百姓为天下之主持啊 这并非是同传同命的概念 也并非都有执政党 和执政党领袖同命 如果是民主制的国家啊 民主制度可以选择 谁当船长 你选谁当主席嘛 当总组织嘛 当总统嘛 当总统啊 我当总理吧 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 同样不但可以撤换 船长还可以撤换 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富 谁什么 其实现在的中国也同样 可以没有一尊 也可以没有执政党 但绝对 不能没有人民的权益 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啊 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啊 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啊 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啊 军啊 这次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啊 谁叫习核心啊 女帝位与利益 正是这种体制造成啊 只听军令 而不顾民情的情况 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啊 却不敢在没有军令的情况下 向民众公布疫情 不敢公布事情 事实啊 与真相 他用抓皮啊 谣言的方式 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 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啊 所有人必配站在一条船上 各自严守了各自的利益 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以后 但当啊 疫情发展到失控的时候啊 皇帝却变成了一名的指挥 与部署者 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 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 成为了必须 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 皇帝啊 可以随意的撤坏 任何不畏维护皇权 而却身的臣子 也可以用同产同命的方式啊 要求所有人 为了党的利益 去打打好这场保卫战 迎接此事啊 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面之错啊 又何来危机于大考 既然党中央啊 已经对疫情啊 而有了 准确的判断啊 既然亲自指挥 已采取了有利有效的举措 既然各项工作部署啊 都是及时的 那么为什么 会有疫情全国性 全球性的传播呢 这是要并非事前啊 事中的 举措 与预防 而是造成了 事后的不救 当疫情失控到 大量传播时啊 它才出现了危机 也才出现危机 如果是事实的 而事前的预防 又何来大考 当今的所有举措啊 都是在失了 先机的情况之下的不救 是在掩盖 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 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全世界都知道啊 如果能够提前啊 预告与预防 就不会有武汉 五百万人的流动 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 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 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 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 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 更不会有不能营业 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抗的重点啊 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 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啊 则无论有什么样的举国体制 能解决此次的疫情问题 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 十七年前的教训啊 并没有让就是那个非典啊 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啊 发生彻底的改变 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 再次爆发 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啊 下次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啊 也许尚未查清啊 但疫情出现之后啊 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 这在于 尚无令 这下不行 同时也在于啊 打媒体新党 没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啊 而如今又讲了个 对借其恶毒攻击要延成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反倒是没有真相 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啊 社会要求查明真相的时候啊 军政长却将所有人的命运啊 试图用捆在同一条船上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 并试图用同一条船 而堵住要查明真相 所以就最受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啊 试用啊 这应该讲试图啊 可能大错试了 试图用以法制 用以法制制制啊 借其恶毒攻击 来恶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 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啊 船长本就应承担啊 这船长的责任 这是大副级 所以我们无法取代的 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啊 也是船长应承担啊 的责任 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而同舟共计啊 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一些必要 但却不能用来 用此来掩盖啊 传达的责任啊 第三就是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 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 统一于一个民体之下 在现场中的啊 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 本就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 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 无法合理解释的词 在汉语词中的解释啊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啊 他担负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啊 他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 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生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啊 既叉叉叉又叉叉又语啊 每当既与语连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啊 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 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 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 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式的国家 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 经济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 那么任何时候啊 任何情况之下 这个社会政府啊 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 经济与人民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即使啊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时候啊 情况下 政府也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 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 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当中啊 极权的宏观政策啊 调控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 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啊 即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 同时要精准复工 就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 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 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 这就更难上加难了啊 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能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 生命还难以防控的风险 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 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 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 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 做合理的评估和防御的对刺 并从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 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 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为疫情和各种规定可以配合 也许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 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 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在意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 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 也有谁敢跨越了一次呢 在这种连完全的复工生产都难以兑现的时候 又和谈扩大与维护就业 两边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 这次已经成为执政党文化特征 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本来是为了挽救生命的主力军 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 失去了许多生命 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地区 但却没有一个例子 就是义务人员燃病 一个都没有 原因在于 原因在于差别正在于 一种是按照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 下期绝对服用上期 政治第一信息且无法公开 但是为什么浙江会这样 它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市场化的方式 将信息公开 并各有灵活性 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跟权力 而经济社会发展 确实面临巨大的压力 停工与延长假期 本就给社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 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真是为什么会前武汉 踏出了17号令 会后则撤销17号的原因 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 或者是重在疫情的防控 导致了造力吸盖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 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 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 个别审视 这边写错了 所谓政府付费 用专车 专利 火车 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 支持企业复工 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 政府给予支持和补充 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发展的安排 原本 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 但是双命开刀的统筹 只将两种责任 关系混为一谈 企业也成了为防疫的责任主体 承担了本营由政府承担责任 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 都出现了疫情 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 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 社会承担了社会的义务 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 各司其职 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 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 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 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 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 这十分清楚 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 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 也就不会让人民要鲜血 与生命作为代价 去换取胜利 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 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 减税 减息 减费等政策 以致指中长企业自救于发展 习近平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 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 被公布于众 并相应防治 又其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 又何须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 与其说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 不如说这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 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当中 更多看到的是 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前面 而是各种民间组织 与私人企业走在前面 并无色奉献的许多 为了人的生命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与支援 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 以支持疫情防治 但如果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 又其会有后续的发展 与不得已的投入 政府投入是在补救自己的决策 失误 而民间投入 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 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 这两种完全不同内涵 不能并列与统结 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 与民间的奉献换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 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 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 更重要的体现除了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第四个 加强党的领导 而这才是所谓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 引用唐太远宗 疾风之济草 本当是 本来是忠诚 这边写成成成 应该忠诚 本当是忠诚 之言 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 重不在我为上 而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域 所以就是皇帝的口语 皇帝的命令 让党旗高高飘扬 尤其是用词译 变成成 这奇怪 应该忠诚 他们叫成成 你若冲在前 并被我所用 你若退役后 并被我所杀之 绝不容忍 关键时刻冲上去 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 为重任 词译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 防控机制 公共维生 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 短板的缺点 而被党的领导的失责 依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 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 高喊此次两个亲子的功劳 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同时 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 推到属下的意思 似乎这样 却能回避社会对疫情为了及时 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 他再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并根 所有在讲话中 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 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 而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 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警示 来自指讲对党负责在前 而将人民余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 政器分离 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 当决定一切 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 自己对自己负责 同时对人民负责 先教国家的再教集体的 剩下是自己的 如果坚实党领导又如何承包呢 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 如果你要领导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就像这次疫情的爆发正是东南西北 东西来美中 一切服从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 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 就哪一个缺口的问题 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 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 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 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 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 管理体制中的时候 那么不但会出现 本来不应该出现的疫情爆发 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 人民安康幸福的低步 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到修改宪法的证明了 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部体系 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将人民踢出去 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 此后看到这是纪委领导的军长委 党的网信办领导的国家体系 这比什么东西不知道 并可任意的制定 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 而是只有党的国家 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告诉我们所有的党员 你们今天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如果你不去努力 就这条党国的船 那么我就将你们扔到船下去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另想当逃兵没门 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你们脖子上 讲话了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 并引用了著名的古事 来鼓励军党上下决心冲向第一线 再落实这大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 这边我都是指任任志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的皇子指习近平 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 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病疾病 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 建业之秋 我们讲一页之秋 叫一金业之秋的敏锐 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 用在自己的身上 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号 就做出了批示 说明早已知道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 或者又何去批示 但为什么这个建业之秋的敏锐 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事于众 甚至没向社会投入 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 中国以1月3号向美国通报疫情的情况 为什么奴隶薄冰谨慎 却未能将在1月3号 向美国通报的讯息 也通算中国人民公告 从签文的开始到最后 我只能看到的全都是在用各种谎言 来当折袖布 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 在试图证明自己的一名伟大的时候 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支援其所有困境中 越是吹 则让折袖布飞得越高 越是露出了其内型的恐惧 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言心 因为这些口号与古诗 会让许多人备受不误 但聪明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 是其他的 绝不为此次疫情爆发和领导事物 准备成了任何的责任 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 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 防止胜利为自己庆功 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又隐瞒前期疫情爆发的原因 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 骗取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信任 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 但胜利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被欺骗 生活在言论自由民主的国家人也许并不知道 没有习惯与言论自由的痛苦 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爆发和所引发的一切 都不应出现痛苦 都来自于严禁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体制 而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多少的短板 多少的缺失多少漏洞的意思 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 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 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 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 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 他的微信 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 要严访疫情的传播吗 如果这不当成谣言 而变成政府对受警告 那没有何许1.071的批示 还后来发生了一切 或许警告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 就早已取得了防治以及伟大胜率 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巨大大家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 党的领导和两个亲子 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 一月一日的 中央电视台的抓批摇曰的广播 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 对疫情爆发现在的追究 也许不是今天 但吃着 这些政党对人民情价战 都是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号的讲话 欢呼 反倒从众看到更大的危机 中危机会在那些会讲话和声音当中 更快的发笑 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 试图担心 担心于伟大领袖的愚犬中生存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中 难以发展愚维持 也许不远的将来 巨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 再来一次达到四人帮的运动 这话也很重 所以难怪没错 鼓励革命 鼓励造反 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 重新挽救民族和国家 二十号公安体系学习 2月23号讲话大会上 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 宣布的公安系统 为了要政治第一 而行动起来 拿起刀 抗起枪 精确消灭一切 借其恶毒攻击的势力 为维护社会问题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 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 所以我这一篇就是念碗 也没有什么评论 时间太长 而且越评论越难过 讲的确实 所以我 所以这一篇就说 人是讲的评论 好 很好 非常好 社交派就应是妖点 可是 倒霉 那就好了 看事啊你 中国就这样子 那中国怎么办 所以一大人说中国好 我就不知道中国好在哪里 最近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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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